这绝对是李连杰最憋屈的一部电影 1982年李连杰版《少林寺》火遍大江南北后 武侠专业户的邵氏公司想要分一杯羹 于是派出得力干将刘家良 拍摄了《少林三部曲》最后一部《南北少林》 这部电影还是《少林寺》的原班人马 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李连杰与刘家良在电影中闹翻 差点放弃职业生涯 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 那么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先简单回顾这部老电影 看看《南北少林》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电影开头是一个影子 介绍了影片的大概背景 清朝有一个贺索王爷手段残忍 经常滥用私情 大臣司马座为了救回好友 从皇上手上求来了圣旨 结果赶到王府才发现 好友已经被私下斩首 而他自己也被来了个先斩后奏 十几年后 两位忠良之后相继长成 一个是由母亲山门托姑 出家北少林李连杰扮演的致名和尚 另一个是随叔叔隐匿在南少林的司马燕 这里能看出《少林寺》中的女主 饰演牧羊女白乌侠的丁岚 没有出现在本片中 取而代之的是黄秋燕 关于黄秋燕可能有些观众不知道 她是李连杰的前妻 两人在《少林小子》中有过亲密合作 被冠上了金童玉女的称号 在拍摄这部电影时 李连杰挤住错位 背部肌肉严重拉伤 黄秋燕天天到医院去照顾她 李连杰也被其感动 两人于1987年终于走到了一起 在影迷群中一度成为佳话 可惜的是这段感情未能持续太久 1989年李连杰拍摄《龙在天涯》时 邂逅女神智利 净身出户与妻子黄秋燕划清界限 也是她为数不多的黑点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这一天 志明练功的时候 把树上的一窝幼鸟打了下来 由于害怕他们挨饿 志明和师兄们去田里抓虫子 僧侄住持看到 无以为两人要杀鸟急忙过来训斥 这句话的意思是 看到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不救他就死了 但拿自己命去救人 也是命没了 志明如果用虫子喂小鸟 那么虫子就会死 反之亦然 这下志明陷入了两难 只好交给佛法高深的僧侄来处理 僧侄也有点懵 毕竟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很容易 可真正去做决定的时候 就是另一码事了 最终 僧侄还是决定保大不保小 下一个镜头出现的 便是少林寺中 扮演谭宗师父的于海了 在这里 他依然饰演李连杰的师父 志明和师弟半夜睡不着 一起偷看师父练螳螂拳 这一段其实不是演的 于海本就是中国著名的螳螂拳大师 经常奔走于林间地头 四处捕捉螳螂进行观察和研究 电影中还有个有趣的情节 少林寺里 谭宗师父为了救重伤的小虎 特地给他开婚 一群人偷吃了白乌侠的狗肉 谭宗师父还说出了一句治理名言 酒肉穿肠过 佛祖心中流 而到了南北少林 志明看师父生病没有胃口 为了给他补身体 特意到外面抓了一条蛇 然后用瓦片烤肉 夹在馒头里给他吃 刚好明天棍房也要比武 志明顺带也给其他师兄各加一块 与当年吃狗肉的情节 简直一模一样 就是不知道这蛇肉狗肉 哪个更好吃 转眼到了第二天 棍房全房的弟子聚在广场上 比赛规则是在一斗米的时间内 哪一方能夺下毛笔 在白纸上写一个佛字就算赢 输的一方要替寺内挑十天的水 少林寺清汤寡水 志明他们棍房昨晚毕竟开了婚 刚一开始 个个生龙活虎 抢过了毛笔 眼看胜利出手可及 志明却踢了一个乌龙球 给对方的全房补上了最后一笔 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谭宗师傅那是一个恨铁不成钢 但事实上 这场比赛 志明是故意输他 一旦输掉比赛 他就能用挑水为理由 跑出少林寺潇洒 志明在四派收了一群俗家弟子 而从他们口中得知 过几天 贺索王爷大寿 志明一听来的兴趣 贺索王爷终于现身了 不枉自己等了这么多年 于是志明决定离开少林寺 去往京城 以祝寿的名义 刺杀贺索王爷 而另一边 莆天南少林 司马燕也听说了这件事 也准备入京刺杀贺索王爷 法人师傅怕司马燕有危险 便派出南少林功夫 最出众的俗家弟子 赵薇前去赵英 下一个镜头就到了寿宴上 志明和司马燕齐聚京城 两人虽互不相识 却一同混在50队伍中 准备用案件射杀贺索王爷 结果守卫提前发现端倪 导致行刺失败 志明本想拼一把一换一 但贺索武功高强 再加上周围官兵人数众多 只好逃跑另寻机会 接下来 贺索王爷的头号马仔 季春华饰演的秃鹰出场 在他的带领下 士兵很快包围了司马燕和赵薇 志明这时才知道 原来被包围的两人是自己队友 为了帮他们击围 志明从店里拿出一堆鞭炮 不停往人群里面扔 现场一片混乱 司马燕 赵薇趁机逃出包围 三人之后在一处破庙相遇 为了谨慎起见 都没有显露少林弟子的身份 但由于司马燕是女扮男装 志明对此不知情 大手大脚 甚至还来了一个亲密接触 同行的赵薇一看不乐意了 为了司马燕 呃不对 为了切磋拳脚功夫 当即以男拳架势杀向志明 从这段打斗其实就能看出 刘家梁这个老派武术指导的功底 与袁和平的天马行空不同 刘家梁擅长硬桥硬马的武打动作 他指导的电影不管剧情如何 武打动作往往都是赏心悦目的 之后官兵包围了破庙 司马燕胳膊中了一箭 三人又逃了出去 寿燕被毁 赫索听到三人逃脱后诺不可遏 吩咐手下堵住各个关口 宁可杀错一千不可放过一个 官兵堵在关口严格盘查 往南去的路全疯了 于是志明想了个办法 然后男扮女装司马燕和赵薇 披着羊皮混在羊群里 这里细心的观众可能看出来了 李连杰女装扮演跟少林寺中的 牧羊女吴侠简直是一比一的复刻呀 白吴侠被图英勤获 这里李吴侠当然也不能立派 见李连杰的女装扮相风子卓越 图英色情大发 当即一个熊豹打算好好挑起一番 两个大男人共处一室 结果可想而知 身份暴露的志明直接动手 周围开始了一场大戏 司马燕与赵薇强强联合 一人托出小兵 另一人对上好色的图英 志明也从官兵手里抢过一根长枪 上来就是一个横扫 发挥自己少林棍僧的绝技 之后三人骑上马逃出关 志明意外发现 司马燕原来是个女的 为了避免赵薇找自己切磋武艺 志明也露出大光头 说自己是个和尚 原来三人都是少林弟子 志明是松山北少林 司马燕和赵薇则是莆蝶南少林 经常看武侠电影的观众都知道 少林也有南北之分 北少林在河南松山毋庸置疑 南少林在何处却一直众说纷纭 最初福建莆田林泉院 泉州东禅少林寺 福建少林院都宣称自己是传说中的南少林 大家都拿出了自己作为南少林的证据 你有遗迹我有史料 你有理由我有依据 大家吵成一团谁也不服谁 但根据史学家考证 南少林并非一个具体的自愿 而是由大名鼎鼎的天地会组成 在天地会的各种传说中都有一个福建少林寺 将其作为反清复明制式的大本营 外人如果问起他们就会说 学的是少林拳 习的是少林棍 这也就解释了电影《南北少林》中 北少林的代表是光头和尚志明 南少林的是脑后有发辩的俗家弟子赵薇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身份泄露的司马燕不再隐瞒 干脆换回女装 志明这时发现 司马燕脚踝上有一个角龄 和自己脚上的一模一样 于是便问起司马燕脚龄的来历 原来司马燕这次进京除了要报仇 还要找一个同样带着脚龄的人 他们的父母只付为婚 如果是男的就结为夫妻 要是女的就一结金蓝 志明一听就懵了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但自己已经出家当了和尚 所以这里志明的心情是十分纠结的 一方面是找到司马燕的欣喜 另一方面是自己身为和尚的无奈 最终志明没有透露出身世 本想护送两人去南少林 结果第二天一早 诗人师父带人追着上来 因为志明违反了四龟私自下山 诗人要将他押回去 交给方丈处理 三人不得不再次分别 志明回到少林寺 按照四龟 方丈处罚他面壁三年 志明很是不服 自己是为民除害 匡扶正义 怎么到了方丈嘴里 就成了一心报仇 面壁的时候 志明遇到了一个画画的老和尚 由于心里气不过 志明画了一个乌龟壳 说少林寺有那么好的武功 不出墙扶弱 结果还变成苏托乌龟 老和尚一看就知道 志明沉原未了 于是给他指了一条名路 让志明从密室顶爬出去 了结情愿 这位面壁九年的老和尚 对应的自然是少林达摩祖师了 墙上的人仔细看会发现 都是少林秘籍 相传达摩在洞中作禅 一作就是九年 连山石都被他的影子 映出了一块照壁石 电影特意做出了戏剧化处理 达摩在密室挖了一个洞 全靠这个洞能偷偷跑出少林寺 所以才面壁长达九年 我们继续回到电影 赵薇和司马燕回到南少林 科索王爷的手下一路尾随 发现他们的踪迹 志明逃出少林寺后 一路快马加鞭 加班成北少林高僧 拜访南少林 为了了结成员 他决定成全赵薇和司马燕 毕竟赵薇是俗家弟子 没有出家 同时他对司马燕爱护有加 两人青梅竹马十分相配 知道志明就是司马燕等待的那个人 赵薇虽然心有不甘 但还是拉着志明去找司马燕 两人回到禅房 却发现司马燕为了不连累大家 已经不告而别 这时志明的师父诗人 护送吴露大师 来到南少林交流 看到志明竟然敢一犯再犯 立马带着武僧就追了上去 赵薇立马带着志明从小路逃跑 谁知却看到清兵横尸遍野 司马燕的叔叔奄奄一息 两人顺着线索寻找 却发现司马燕已经被赫索王爷抓走 看着渐渐远去的船只 赵薇和志明赶快追去 抢先一步来到下游 用主法挡住江口将大船拦下 赫索王爷大怒吩咐官兵以拥而上 赵薇站在船头吸引王爷注意 志明直接杀入船内营救司马燕 王爷见状只能搬出鱼老剑圣 一手掏手剑法登峰造极 司马燕 赵薇和志明三人联手 都没能压制住王爷 眼看即将陷入包围 志明的师父带着援兵赶到 虽说出家人不杀生 但对于专横跋扈鱼肉百姓的王爷 这样做也是为民除害 就连吴露大师也秀了一把如来神场 官兵在南北少林夹击下节节败退 赫索王爷见状只好弃船逃跑 然而志明的师父世人早已等候多时 两人随即展开了一场龙争虎斗 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 世人师父化身棍防武僧 一手少林棍法更是出身入化 不过几个回合王爷便被打得节节败退 他想出一计 把世人师父引到瓜藤下 在瓜藤架子限制下 世人师父的长棍无法施展 干脆扔掉长棍 摆出螳螂拳招牌架势 螳螂拳作为近身短打的拳法 讲究随其施打 寻其细打 靠着极具杀伤力的进攻 在江湖上凶名赫赫 眼见情况不妙 王爷刚想逃跑 却被志明堵在前方 他一胡卜画瓢也刷起了螳螂拳 师徒两人一前一后一左一右 赫索王爷顿时被打得摸不着北 慌不择路被困在架子中 司马燕一刀杀来 终于报得了杀父之仇 志明这下下山完成了两个心愿 第一是报仇 第二就是只赴为婚的司马燕 因为北少林的和尚不能娶妻 一心向佛的志明将缴还送给赵薇 将司马燕托付给他 自己则放下世俗中的观念 跟着世人师父皈依佛门 南北少林是由刘家良指导 李连杰 黄秋燕 于成慧等人出演的一部 动作剧情类电影 众所周知 香港影坛一直有跟风的传统 一个类型的片子火了之后 相似的影片便会层出不穷 比如英书开创的僵尸系列 僵尸先生 僵尸叔叔 僵尸家族 法格领衔的赌片浪潮 赌神 赌侠 赌圣 李连杰的《少林三部曲》同样如此 1982年《少林四》在香港公映 作为第一部在香港上映的内地功夫片 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下 《少林四》在香港创下了 2616万港币的超高纪录 一举打破香港功夫片历史最高卖作纪录 《少林四》前更是树立一双 影片《少林四》中李连杰练武雕像 以纪念《少林四》和李连杰 带来的巨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1983年2月 《少林四》的姊妹片《少林小子》在香港首映 创下了2200多万港币的辉煌票房成绩 由于两部《少林》系列在亚洲地区的大卖 引起了武侠专业户邵氏公司的注意 看到合拍片如此成功 邵氏坐不住了 决定趁热打铁 于是拍前老牌导演刘家良前去内地 出资1500万拍摄一部超级大制作《少林四》姊妹片 南北《少林》延续了《少林四》的拍摄风格 在拍摄地尽量使用实景 演员阵容方面还是延续了前两部的配置 由李连杰 黄秋燕 于成慧 于海 季春华 胡坚强等武打演员出演 虽然都是国家武术队出身 但事实上电影的拍摄并不顺利 李连杰和刘家良甚至还闹了矛盾 以至于老死不相往来 再也没有合作过 李连杰曾接受采访中提到 在拍摄电影《南北少林》时 内地演员和香港演员区别对待 同工不同酬 他作为主演 一天的片酬仅有三块钱 而香港演员扮死尸的龙套就能拿50元 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 使得李连杰与导演刘家良发生重要矛盾 曾一度萌生放弃电影事宜的想法 当然 这里或许还有时代背景的原因 香港演员除了精湛的演技 敬业程度也是业界第一 那时的演员很多都是穷人出身 不管什么东西都是看实地说话的 新演员见到老演员 就算自己比较火也应该注重辈分 李连杰在他们眼中 或许只不过是大陆来的小毛孩 侥幸通过一部少林寺大火而已 就算是成龙 洪金宝 周星驰这些巨星 微诚明显也经常会被人看不起 当然 区别对待只是一方面 在工作上也产生了同样的问题 为了拍一场日出的镜头 刘家良让内地演员凌晨两点起床 三点就要到达拍摄场地 结果李连杰众人到达场地后 从凌晨三点等到早上十点 刘家良才不紧不慢地出现 说了句光线不对 今天就不拍了 李连杰众人活生生被耍了七个小时 再加上之前的区别对待 彻底激起了李连杰的愤怒 虽然最后还是拍摄完了电影 但最后李连杰和刘家良老死不想往来 再也没有合作过 这对喜欢功夫武打片的观众来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再加上南北少林的剧情线 没有少林寺那般具有历史厚重 少林寺剧本根据 《十三棍僧营救唐王李世民传奇故事》 改变而来的 相比于其他武侠剧凭空想象编写的传说而言 这个故事更具真实性 因为在少林寺的壁画中 就有相关的记载为证 同时还配有唐太宗李世民 亲笔署名的石碑这个文物 有一定真实背景为前提 南北少林的故事线相对简单的多 好在有刘家良老牌武术指导家门 他的名字对于功夫篇爱好者来说并不陌生 刘家良跟李小龙一脉相承 属于硬桥硬马拍摄风 刘家良的武术属于黄飞鸿敌传 功力深厚 可以根据演员的自身条件设计武打动作 在他的代表作《少林三十六房》 中华丈夫中都有极为出彩的表现 或许知道情节设计不是自己的强项 南北少林更多的是对少林寺的致敬 剧本甚至没有进行更改 很多地方都有莫名的基石感 比如李连杰再次重当男主角 出演了《北少林的致敏》 同样的少林习武 同样的为父报仇 并且还延续了少林寺偷吃肉的桥段 不过上一次偷吃了白无侠的狗肉 这一次为了同门师兄弟较量 在馒头中夹了蛇肉 还有少林寺中严禁杀声的僧侄助持 在官兵攻进少林寺时 捅死了一名官兵 并连喊三个杀字 令观众印象实在深刻 在南北少林中 僧侄化身无露打尸 直接一掌将送信求援的小兵送上西天 再次印证了佛也有火的理念 反派大boss贺索王爷 依然由山东剑王于成会出演 《少林寺》中那个拳法精湛 剑法卓越的王仁泽 一直没有跟于慧海饰演的师傅 有过正面较量的机会 在这部电影中 《少林棍》对战双手剑 《少林拳》vs大红拳 终于了缺了以往恩怨 弥补上部电影遗憾 南北少林拍摄完成后 先后在日本、新加坡、香港、泰国登机上映 观众反应热烈 最终该片在香港创下了800万港币 全球票房600万美元的记录 中华武术精妙绝伦 在南北少林中我们可见一斑 那么你怎么评价这部南北少林 欢迎打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了 梦德四九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在寄论区间里面